如果你穿越到宋代 想点一份寿司 寿什么司啊 老板可能会端出来一份这个 哇 好美 居然还会自己绽放 求教程 你要先找条大鱼 做鱼炸用轻鱼鱼之类的品种都可以 然后切成像花瓣一样的磨片 在鱼片上撒盐 盐出多余的水分 这样在撒酵过程中不容易腐败 而且让鱼也有了咸的底味 烟一晚上 然后吸干鱼肉表面的水 这时候鱼肉已经变得紧实了 然后我们准备发酵用的米饭 米饭煮熟 加入黄酒 橘皮 猪鱼拌匀 然后一层米 一层鱼肉 压时发酵一个月左右 这样米饭发酵产生的酒味和酸味 和香料的味道融合 就能让鱼肉产生丰富的味觉层次 这种用米饭和盐发酵的鱼 叫做炸 也是现在日本寿司的原型 这个味道总感觉少点什么 这个炸是北威时期 清明药书记载的做法 现在警察约至宋代 来做真正的玲珑米丹炸 到了宋代 随着贸易的发展 鱼炸用到的香料也更加丰富 除了橘皮 我们还可以在米饭中加入花椒 胡椒 小茴姜 松姜丝 橘皮丝 红曲粉 香油等等 这个组合看起来就很香 然后把这个拌好的米饭 和用盐腌好对鱼片 一层层重叠牙齿 发酵一个月左右 鱼肉就会被染成像马脑一样的红色 同时融合了酒香和香料 产生的丰富酱香层次 将鱼片修剪成牡丹花瓣的形状 然后用作通草花的技法 弯曲出不同大小和姿态的花瓣 用发酵后的米做粘合剂 把鱼肉花瓣一层层粘结在一起 这便是宋代青一路 和路由诗里记载的传奇名菜 玲珑牡丹斩 在灯光的映照下 它会呈现像马脑一般的质感 玲珑通透 而更神奇的是 把它放在盘中 它会自己慢慢绽放 这在宴席中 绝对是buff叠满 YYDS的存在 对比一下上十种复原的玲珑牡丹炸 和于真老师 下次没事知道 要不要找一下我